有民眾一家六口日前到南港 某知名自助餐廳來用餐 沒有想到事後 其中三個人出現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狀 緊急就醫治療 有八座獨立倒臺 從日式中式料理到炸物 烤物海鮮到甜點 這間號稱北台灣最難訂的 BUFFET之一 卻有一家六口三十號去用餐 其中三人在三十一號凌晨 出現噁心 嘔吐腹瀉等疑似食物中毒等症狀 北市衛生局在三十一號凌晨 接獲通報立即派員擊查 衛生局同步採檢工作人員首部剪體三件 烤鴨 生魚片 刀具砧板 還有牛排夾子等五件剪體 帶回檢驗是否有病原菌 業者Google評論 更有消費者反映 海鮮不夠新鮮 田螺沒味道 吃起來有怪味 還有人說鮭魚味道怪怪的 生蠔苦苦的邊緣泛黃 鮭魚卵甚至像泡過酒精 致電業者口頭回應 持續和身體不適顧客聯繫 治療後已返家 但上午接獲院方通知 將做第二次檢查 懷疑不是食物中毒 同時也針對同餐期兩三百位客人致電 關心 沒有其他人出現類似狀況 不只自助餐廳 北市中餐區藏壽司 三月二十八號有四人到店用餐 都有吃鮭魚 鮪魚和味噌湯 但用餐後三人起紅疹 一人腹瀉 甚至噁心呕吐 全部就醫掛急診 衛生局貨爆後也派員機查 煮飯機邊框有髒污 冰淇淋機後方排封口 髒污等四項缺失 不管是自助餐還是壽司店 屆時複查未改善 將依食安法開罰 食安問題頻傳 業者都該自我檢視 把標準拉到最高 這裡就連新聞也導致 立刻下載禁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